大家常讲真的很心酸 您有多久没调心了呢 您来看 这项是今天的最新统计 上班族的平均薪资 已经动涨四年了 更惨的是有高达六成 它是有被变相减薪的 包括说年终奖金缩水 加班费 绩效奖金 还有三节奖金 通通都被取消了 真的是越刷越心酸 每个月最期待领薪水 但对好多上班族来说 真的心情差 因为数字怎么都没涨 最新统计有八百四十九万人 不满目前薪资收入 还有百分之五十六的上班族 已经三年以上没调心 平均下来 动薪期长达四年 一千四百六十天 创下十一年来次高 应该已经蛮久的了 就是好一阵子都是这种 就是薪水没有涨 然后但比如说吃饭 或者是买便宜商店的东西 就越来越贵 这还不够惨 竟然还有高达百分之六十三点三 被变相减薪 包括年终奖金缩水 加班费 绩效奖金 三节奖金 通通被删光光 接近农历年前的这些年终 跟分红也减少的情况下 都有出现变相减薪 使得上班族觉得自己的新资 就是不禁反退 有人心情差 但也有人欢喜领高薪 尤其航海王真的不得了 连续三年夺下台湾最高薪产业 实在太让人羡慕了 根据最新统计数字三连霸 高薪王的海洋水运业 平均每人每月薪资高达 十四万两千九百一十七元 高薪工作不止航海王 铺十万的还有金融服务业 每月总薪资十一万五千五百五十一元 排名第三的则是银行业 薪资高达十一点三万 至于电子零组件制造业 则排到第六 薪资来到九万零三百零九元 吊车位的产业则是 美法美容和汽车客运业 都只有三十二到三十三K 我好几年前的薪水到现在都差不多 都是在好几年前的薪水 不过要说更让人羡慕的 肯定就是半导体产业了 根据数据显示 2022年半导体产业 平均每个员工年薪约 两百零八万元 比制造业每人总年薪约 七十二点五万 超出三倍之多 只能说不同行业 薪资真的两样轻 东森财经新闻 客房名章可 君台北采访报导 看盘中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